佛法开悟 完全明白了 没学过这东西 听别人一说 你就懂 别人不懂 你听着懂 怎么会开悟呢 用真心就开悟 用妄心就迷惑 所以一般人的时候 用的心 妄心 妄心 你心里面有很多东西 这就是妄心 心里就干干净净 什么都没有真心 真心管人 真心一看就明白 一听就明白 不需要认假的 所以真正修行人 高明的人 修行人 我们常常鼓励大家 存好心 说好话 行好事 什么时候 然后 关键就在心 心干净就好 心里面还有东西 还有妄念 那就不干净了 你用的是妄心 所以一般世间人用的 全是妄心 妄心你一看得虚妄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你看环境 境界 统统是虚妄 所以佛法是讲悟 要悟入的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但是佛教修行 就在怎么样 你能够开悟入 观现在这里 不在读的书都 看的经济都不在这 这一道很难 所有的佛法 进门 都要从这个地方进去 走这条路很难走 为什么很难走 真心太难了 一般人全是妄心 什么人天天念佛 心里的真有佛 除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这是修心 久而久之会开悟 听经 把意思听错了 开不了屋 把妄念头能放下 就开屋 所以看破 放下 看破是智慧 放下是手段 你要想入佛门 你心里面 什么都没有 就进去了 跟禅宗讲的完全一样 大乘佛法 八万四千法门 秘诀就在此地 戒定会三修 统统放下是定 定就开智慧 开智慧就能说进去 所以必须修戒定会 所以必须修戒定会 那么现在 开悟是你自己开的 不是别人帮你开的 所以 学了一辈子佛 学到什么 自以为是 完了 你的门永远没打开过 戒定会 三个字没有 戒是帮助你的定点 定是帮助你开会的 是 这是方法 好 愿意赐功德 庄颜佛情图 伤抱似重额 侠弃散途苦 若有些温重 洗发菩提心 亲自以宝杀 同声积乐光 伤心 编写